木火通明煮文笔,商官配应搞学术 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讲的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今天咱们来看一个案例 首先它是以木生在一月 这个叫入阳刃阁 同时它又自作某木 这个叫鹿根,鹿就是林关 这个明显是非常旺的 天干透出两个人水正硬 当然这个硬它其实是一个既神 但是这个人呢 他是拥有硬所代表的这种学术和地位名誉 因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而且是一个文科的教授 那么原因并不在于它的硬的原因 而是在于它的商官 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商官配应格 我们讲过商官配应一般搞学术 搞科研搞创新 既是官员的话 也是这种学术性的官员 另外我们也说过 木火通明主文笔 就是古代很多的这种状元 就是大文豪 往往都是木火通明格的人 这个也是啊 木火通明 同时又有水的滋味 从五行阴阳的角度来看 就是木火旺 就是阳气很旺 但是又有水来滋润它 来调候它 所以它的格局层次呢 它就比较高 而且这个人 商官虽然是在时尚 但是 他是通根到年枝里面去的 通根到年枝里面 而且银五须三颗火 就是这个商官就非常的旺 也就是说 这个人肯定是从小 就会展现出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就有才华 另外从大运看的话 我们发现 它从第三部大运 就表现出这个商官的特征来了 这是以色 以木虽然是一个笔尖 但是似乎是丙火的一个根 所以说呢 这个商官就开始发挥出来了 它的能力就开始显现了 到了丙武大运的时候 这个商官就特别的旺了 然后呢 用这个印来去压制这个商官 所以说呢 就学术成果就斐然 它是实际上是我们山东史密的一所高校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教授 然后呢 从2023年到2032年走辛亥七沙大运 就是晚年走七沙的话 七沙可能会代表这种伤灾 而且呢 亥水出现之后 印性是旺了 但是我们所讲过啊 如果园局里面目望的话 亥水出现是水都会去生木啊 就是淫亥和木是吧 亥某伴和木 木就特别旺 我们要明白就是这种身旺格的人 怎么看他的伤灾或者生死 往往就代表这个旺神被激怒被冲了 他会反扑 这是一种 另外就是关键的 他的一个寿原心 比如说运行或者是啊这种石神啊被冲克了 还准呢就是旺上加旺 我们说过犹不及啊 或叫抗龙有悔 就是你已经很旺了 你晚年再走旺运 他也代表你的生命的一个终结啊 所以这种辛亥大运的时候 其实就是硬行就旺 是生木啊 所以就旺上加旺 然后到了二十三年 这个鬼卯年 鬼卯年 卯木又出现了 卯木就是它的一个根啊 所以说呢地之又亥卯半合 银亥又合木 所以说呢就是又增了旺度啊 就是身旺的人 晚年再走这种落刃流年 也是不离身体的 就在这年的丁四月 也就是现在我讲课的这个约份了啊 丁四月 你会发现又有什么问题啊 地质里面四火又出现了啊 四火又出现了啊 而且呢 丁四跟这个大运 它是一种天科地冲 天科地冲可能就是不稳定 呃 代表要族远 是吧 四火呢 又是这个冰火的根 特别旺啊 而且呢 这个鬼鬼水克丁火 还是消生多时 消生多时 你会代表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已经非常非常旺了 木特别旺 火也特别旺 那个火要发泄出来 是吧 啊 但是呢 已经有人水去喝它了 是吧 啊 然后呢 鬼水又来克丁火 又是这个火啊 就现在这个水烧开了 但是呢 你堵住这个盖子啊 不让这个气冒出来 就这个高压锅一样 你不让这个气冒出来 你还给它不停的添火 它就会喷着 就会爆炸啊 就在这个月份里面 这个旺旗不能够泄化 啊 这个老人呢 啊 就因病一致无效 就去世了 啊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命局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给我留言 谢谢